實在就是S.U.M 大家好 我是興旺汽車的王生瑜 今天要介紹的是2010年RAFFLE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車頭的部分 這台車到現在的話也差不多10年了 所以它車頭這邊的話有稍微有點誤化 但是功能都還正常 輪胎的部分原廠的話是配18吋乳根 它的這個胎紋其實都還蠻深的 買回去的話都還可以用很長一段時間 基本上外觀的話沒有什麼擦傷 但是右邊的後尾門的地方 這邊是有做過更換的 因為之前有做一些小插狀 都已經換好了 都沒有問題 這台RAFFLE是頂規的 所以它這個螢幕啊 方向盤的音量快播 還有定速 恆溫 都是有的 目前這台車的話已經跑了17萬公里 一般來講休旅車就是要開出去玩的嘛 這裡人數還算OK 這台車也沒有什麼待修的地方 影音的部分老航廣播 包含接聽電話的部分 目前都是完好都還可以用 椅子的話它目前裡面啊都還算立體 泡棉也都蠻有彈性的 主要是說前車主啊 在賣給我們的時候 就自己花錢去換過皮了 才會有那麼好的椅子 剛剛有說過附駕的後尾門 有稍微撞過 但是沒有傷到車子裡面了 所以說這台車 EX認證是可以過的 買回去的話你不用擔心說 這台車是比4V車什麼的 我們先來看後面 後座的部分 首先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前面 頭子的部分有兩台電視 也是前車主自己去裝的 都還可以用 它的椅子是可以做前後滑動的 也有這個前後滑動的功能 後面可以放更多的東西 這一代的RACO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門是側開的 椅子青島的部分 整個都很平整 會擔心說 後座不好 操控的話 旁邊這邊都還有拉桿 拉下去它就可以擋 再來介紹引擎式的部分 這台車目前沒有什麼問題 車子剛回來的時候 我們有換過它的引擎腳 所以它聲音就沒有什麼聲音了 也沒有什麼抖動的問題 剛剛所述的一些問題 小毛病我們都已經復原完成 所以回去都不用再做整理 基本上就加個油就可以了 今天介紹的這台車是 Toyota的RAV4 掌車王的售價是 36萬8 我是興旺汽車的王生宇 喜歡這則影片的話 請幫我訂閱 按讚分享 大家掰掰 實在就是S-U-M